歷經三任市長規劃新建的 臺中大安媽祖園區 媽祖雕像的新建工程 在今天舉辦動工儀式 臺中市長羅秀燕表示 媽祖雕像完成後 連同基座共五十三點六公尺 將會是全臺最高 預計在二零二六年完工 市府也坦言 等了十二年還是缺雕像 最大的困難是雕像 必須由民間捐贈 所信已經可服 拿著清香千成祈福 臺中市長羅秀燕帶著市府首長 來到臺中大安媽祖園區 參加動工儀式 也宣告等了十二年的媽祖雕像 終於有著落了 他如果新建起來 是什麼樣的形式 什麼樣的面貌 那什麼樣的高度 由媽祖自己來決定 那經過擴貝之後 那終於各方面籌備完成 今天終於開工 臺中大安園區 在二零一七年十二月完工 歷經三位市長任期花了六億五千多冠 希望打造成海線重大的觀光建設 但當時議會決議 媽祖神像由民間企業捐贈新建 以及不得追加預算動用到市庫預算 造成底座完工之後 卻不見媽祖雕像的情況 市府也坦言這是很大的瓶頸 那個雕像是需要靠民間捐贈 那民間捐贈這個是最困難的地方 而後來經過協調 二零二一年由建設公司提報捐贈 將打造出以花岡石為主體 雕像高度三十公尺的媽祖立像 連同基礎共五十三點六公尺 面向大海營造守護海線之意 市府表示整個工程預計最快 在二零二六年七月完工 也將成為全臺最高的媽祖雕像 而當地民眾認為 雖然完成之後 可以提高當地的可見度 但建議還是要跟海線的景點結合 以及整體規劃 才能夠發揮觀光效益 記得點健身王龍濤 台宋報導